恶魔小丑 超萌南瓜精 民众发挥巧思 打扮成动漫角色 对的镜头 说嗨 对 连续两年都还 之前偶尔都会来 因为我很喜欢 然后我喜欢看很多小朋友装扮 大家盛装打扮 就是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天母万圣嘉年华 我们花了快一年的时间 慢慢准备这样子 主要是花时间 而且我们还用那个3D的那个列印笔 迹象的 而且我们明后年都已经想好了 今天扮演这样的角色开心吗 开心 有来跟你合照吗 有 天母万圣嘉年华活动 今年迈入第十六届 大人小孩卯足全力疯狂扮装 父母当然不能放过恶搞孩子大赛 有爸爸妈妈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小朋友变成鬼滅之刃的岩柱 觉得自己互帆天 这个角色是谁 岩柱 每年都来 每年都来 带起墨镜 一头银罚 比出领域展开手势 帅气摆拍 日本人气动漫 咒术回战的五条物老师 难道忘记自己 就是在万圣节被封印吗 仔细一看 原来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啦 年度万圣节活动 当然你要出席 发糖果跟孩子同乐 帅 只是可能咒术回战 实在太夯 不只讲万安 台北市议员 林延峰也扮成五条老师 两人不比咒术 要比谁比较帅 媒体在问说 我跟你两个 谁比较帅 我们先走吧 我们先走吧 你都不会反 一年一度的天母万圣 加年华 集结250个在地商家 百货业者也会发放 4500个限量南瓜桶 让大人小孩同乐 一起度过开心万圣节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MOD自由选 自选50 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